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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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虽然没有直接出任第一单打 沈钢还是希望丁宁在双打当中能够拿下这一分 非常关键的一分 这两名小路员确实在击球的节奏变化上非常有特点 尤其是斯明洋反手的升胶也是给丁宁和胜身带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 加油 加油 劉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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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决两奇事 赵语 叮咛 三 马美 这是猎猎一个 成功 露击 不过 �第一 出色 第一局 丁宁圣诞单是11比5 获得胜利 暂时1比0点先 丁宁圣诞单是11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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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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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们来看看丁宁圣单单队的组合 是否能够发挥出他们的个人优势 漂亮 我们看到八一队这两名小的选手 在击球的节奏上都比较快 在进台能够压制住对方 所以对于丁宁和圣单单来说 还是要做好多板相持的准备 漂亮 刘欣的这把正手的反思 指定也是非常的高 这一分我们也看到 北京队这两名选手 在双打的配合当中 节奏还是比较慢 虽然说有一定的稳定性 但是缺乏威胁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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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丁宁圣单单是2比5 断式落后 我们来看看北京首刚 是否能随时的进行合理调整 把比分咬回来 漂亮 还是 这只要是不一定的稳定心 看起来 我们来看看北京卿 那是一个没合理刚刚 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 盛丹丹在对阵木子的时候 也是对生交不是十分的适应 同样在双大比赛当中 孙明杨的反手的生交 确实也发挥了巨大的这种威力 我们来看看北京队的 丁宁盛丹在面对这种 特殊娇皮的时候 能否找到合理的解决的办法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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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局的开局 八一队的两名选手打得确实非常的出色 尤其是在进台进行积极主动防守的时候 一个是命中率非常的高 另外在落点变化上也是比较明显 那么第二局 八一队的是以11比5获得胜利 今天双方打成了1比1平 八一队的双方打成了1比5获得胜利 双方打成了1比5获得胜利 我們來看雙方的決勝局搶失的比賽 跳了 我们看八一队的孙明杨和欣 在转哥的机球节奏的控制上 还是保持着优势 节奏比较快 另外机球的质量也比较高 那么丁宁和盛丹丹在比赛当中的战队 还是比较靠后 那么也导致他们的回球的节奏比较慢 容易被对方压制住 漂亮 这一板球啊 其实孙明杨的看断还是非常紧确的 对落点的判断非常紧确 急于的发力进行反拉 导致了失误 那么每一分球呢 每一名运动员还是要相当的这个细致 尽量鲜小为费 这是 你对手 你不 reagduesis 我在哪里 我可以说 虚心地 这就是 我可以在这边 没有 你不必在 我立刻在一边 Jeez 你不必在 那就是 你不必在 我可以在这边 你看我可以在这边 我可以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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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板球拉过去侧拳侧拐比较明显 也是导致了丁宁回球失误 我们看到在多板的相识 相识回球当中呢 丁宁和盛丹丹 毕竟两个人都是两面散交的 回球的打法 所以回球的稳定性要更高一些 丁宁的针鼓拉搭下来了 也是由于在击球的时候摩擦不够充分 弧线没有制造好 漂亮 ≪肆太大了 这一板球 金银队依派是非常的堵确 以前切身进行散拉 而且散拉的主要是非常的高 这一回也是非常的关键 目前北京队是拿到了盘点 一方面出场 Kevin 加油 最终丁宁和盛蘭丹是2比1 莫德勒胜利为北京队又拿下了一分 目前北京首纲是大比分2比1 暂时领先八一金博普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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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